长期服用降压药是否会影响寿命 提醒三个问题最好了解清楚 高血压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其管理和治疗一直是公众健康关注的重点 对于许多高血压患者而言 长期服用降压药是控制病情的必要手段 但是关于降压药的使用 很多患者和家属都有一个疑问 长期服用降压药是否会影响寿命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为您解答这一问题 一降压药的种类和效果 要全面理解降压药物 首先需掌握它们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种类反多 每一种都采用不同的途径 以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 例如利尿剂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体内液体的排出 这样通过减少血液的总量来降低血压 另一方面 组织剂通过减慢心跳速率和降低心脏输出量 来实现降压效果 钙离子通道组织剂则通过放松血管壁 减少血管阻力 进而导致血压下降 RCE抑制剂和ARB的作用机制 则是干预血管紧张素系统 这是一种在调节血压方面起关键作用的体内系统 通过这种干预 它们能有效降低血压 每种降压药物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原理 因此在使用时需要遵循相应的指南和建议 而长期服用降压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药物不仅能有效降低血压 还能减少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损害 保护把器官 例如降低血压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 预防心力衰竭 还能保护肾脏 延缓肾功能衰竭的进程 通过这些作用 降压药物能显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这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二 长期服用降压药的危害 长期服用降压药物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和健康风险 这些影响可能涉及多个身体系统 一 电解质失衡和肾功能损害 利尿剂作为常用的降压药物 通过增加排尿来减少血液量 从而降低血压 但是 长期服用利尿剂可能造成电解质失衡 尤其是低甲血症和低纳血症 这些电解质异常可能导致多种问题 包括心率失常 肌肉无力 甚至症软 低甲血症可能引起心脏电活动的异常 增加心率失常的危险 而低纳血症则可能引起脑水肿和神经功能损害 此外 长期使用利尿剂还可能给肾脏带来负担 特别是在老年人中 肾脏功能本身可能已经下降 长期使用利尿剂可能加剧肾功能的退化 肾功能受损不仅影响身体对电解质和液体的平衡 还可能影响药物的代谢和排泄 增加其他药物毒性的风险 二 心脏问题 受体组织剂是一类常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其他心脏疾病的药物 然而 长期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特别是在心脏功能已受损的患者中 在心力衰竭的情况下 心脏无法有效地迸送血液来满足身体的需求 受体组织剂通过减少心脏负担来帮助控制症状 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心脏输出量过低 这在心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尤其危险 这种降低的心脏输出量可能加剧心力衰竭的症状 如呼吸短促 极度疲劳和四肢或腹部水肿 此外 受体组织剂还可能引起心率失常和心动过缓 心率失常可能导致心脏蹦血效率下降 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而心动过缓及心跳过慢 可能会引起诸如头晕晕卷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心脏停泊 因此 在使用受体组织剂时 医生通常会密切监控患者的心脏功能 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 代谢问题 一些降血压药物 尤其是早期开发的受体组织剂和特定类型的利尿剂 可能对人体的代谢过程产生不利影响 这类药物在控制血压的同时 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血糖调节机制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这种干扰尤为严重 因为它可能导致血糖水平更难以控制 血糖控制不佳不仅增加了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还可能需要更多或更强效的药物 来维持血糖水平在理想范围内 除了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外 还可能引起血脂水平的异常 这是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关键风险因素 血脂失衡会加速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这是一种导致动脉壁逐步增厚 且弹性下降的疾病 当动脉周样硬化加剧时 血管可能会发生阻塞 从而显著提高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因此 虽然降压药物对于控制血压至关重要 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它们可能对血脂水平造成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对心血管健康可能带来的后果 3.如何降低降压药的副作用 降低降压药的危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 合理使用降压药物 同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不仅可以有效减少药物的副作用 还能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以下是减少降压药危害的几个关键策略 1.定期监测和评估 定期的健康检查和评价是降低降压药危害的关键 这不仅包括血压的检测 还应该包括心脏功能 肾功能和电解质水平的定期检测 这些检测可以及时发现药物可能导致的任何不良后果 如肾功能受损或电解质紊乱 从而使医生能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2.生活方式的调整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降低降压药危害的重要部分 健康饮食尤其是低盐和低脂的饮食 有助于降低血压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多吃蔬菜和水果减少加工食品和高脂食品的摄入 对于控制血压和保持健康体重非常有利 同时适当的运动如快走游泳或其自行车 不仅可以控制血压 还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和整体健康状况 3.药物相互作用的警惕 使用降压药时要注意其他药物的影响 有些药物会影响降压药的作用 或者让副作用更加严重 另外患者要避免用一些已知会和降压药不合的药物或补充剂 综上所述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持续使用降压药物是控制病情的关键 尽管服用这些药物可能带来某些不良反应 但在专业医疗人员的监督下 通过谨慎用药并结合良好的生活习惯 可以有效稳定血压水平 降低患病风险从而显著提升生活品质 乃至可能增加寿命 因此患者需要深入理解降压药的应用 并与医生紧密合作 同时也要注重改善日常生活方式 以期获得最优的治疗成效